因为他确实没有脸再干下去了 他不仅没有脸 而且他还没有儿子 所以最后就把皇位给擅上掉了 不过巧了的是 宋高宗本身是宋太宗赵光义这一脉的后人 因为他自己角色 直接就把宋太宗这一脉也给弄断了 咱们先来说说 赵构为什么退位这件事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赵构 倒也没有后来那么怂 金康元年 宋朝想要和金国议和 就是不知道派谁去 就在这个档口 是赵构主动请营去了金国 只不过这个雄起 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赵构本人离开之后 压根就没有去金军大营 而是留在了河北 这一年的十一月 金军再次南下 北宋都城被攻破 徽宗亲宗以及宋朝的一大堆宗士皇亲 全被金国人打包带走了 根据后来明英宗的经历 咱们就知道 中国历史上皇帝一旦被俘 那就等头去作废 而唯一在逃的皇亲 只剩下赵构一个人 于是在一一二七年 在大臣们的拥护之下 赵构就成了赵宗的新皇帝 同时赵构也因此成为了金国的头号通缉犯 本着搜山浅海的态度 金军那是追着赵构去打 打从这开始 当年那个敢主动去金军大营的赵构就没有了 转而是一个在金军的狙击当中 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流亡皇帝 赵构对于金军的恐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时宋朝的李刚宗泽等大臣都是主战的 赵构表面上不能够反对 可是刚说完可以之后 一溜烟就跑到了扬州 宗泽请赵构去洛阳独战 赵构死活不去 结果气得宗泽在黄河边上三呼过河之后 含恨而终 可以说赵构从逃亡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希望能够和金国议和了 但是当时的金国势如破竹 根本不打算和他议和 这才使得赵构被迫启用了岳飞的母将 直到1139年 金国他自己也打不动了 这才开始讨论和宋议和的事 只是这个议和最终呢 也没有弹拢金军继续难下 幸亏被岳飞给挡住了 于是或金国从这开始 才真的考虑和宋朝议和 被金军通缉了许久的赵构 终于以为可以安心想太平了 这才急匆匆的把岳飞给弄了回来 还把人给弄死了 大家一般也只知道岳飞在班师之后遇害 但同时赵构本人也没有好到哪去 被金人吓了这么多年 不到40岁头发都白了 而且还被吓得伤了肾 失去了性功能 彻底生不了孩子了 不过烧情议和也没有为师多久 1159年金国发生政变 主战的完颜亮士军登基 然后率军60万南下 这一刻54岁的赵构彻底下风了 宋史记载说 上狱以狱三百官 俯海必敌 江山设计全不要了 保命要紧 一个皇帝面对敌人能送成这个德行 以至于南宋的官员们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玉阳宋位使杨存忠直接指责赵构 说你这个胆小事有点太过分了 好在这一次金国后方又发生了政变 完颜亮被迫撤回 金军被撤之后赵构是彻底那了 时不时就在屏幕后面哭 这哭的倒不是说后悔 他毕竟一个皇帝登基三十多年没干别的 竟想着跟敌人求和 而且还没有成功 皇帝在大臣眼里的尊严是彻底的丧失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金国人真的打过来 恐怕赵构哪怕就是跳井也没有人拦着他 毕竟一个皇帝的威望在这已经彻底降到底了 1162年的4月 赵构册封杨子为皇太子 5月就举行了善让 自己躲起来做太上皇去了 这一做就做了25年 关于宋朝皇室血脉的问题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竹影俯升的故事 宋太祖的死我们也不明白是咋回事 但是宋太宗登基之后 宋朝皇帝就全是宋太宗的底细后裔 包括赵构也是 可是靖康之变 太宗的孩子基本上都被金国人连根拔起了 宋高宗本人也想试试 自己能不能再继续雄起一把 延续太宗香火 可是他的男性功能早就被金国人吓没了 50多岁啥动静都没有 最终把皇位善让给了太祖的后代 不过赵构的养老生活也不消停 接手宋高宗的宋孝宗倒是一个想北伐的有志青年 偏偏已经退休的宋高宗在后宫他也不安上 死活不让宋孝宗北伐 硬是把宋孝宗给搞成了抑郁症 直到自己81岁的那一年去世 而南宋也就失去了北伐的机会 只能静静的等着灭亡 在新压生里脑 jogos 进身下的哪一胃肌